2016年8月 因为手机游戏宝可梦 让北投公园周围挤满人潮 甚至民众冲上车道 阻外交通等乱象频传 面对人潮无预警聚集 还到处流窜 当时北投分局是这么做的 警方下载外挂城市监控 一发现不同等级宝可梦出没 立刻通知勤务中心 配套采取疏导 取缔围停 摆放铁栅栏或人车分道 每天出动警力打128名 没有主题特定计划 突如其来的人潮聚集 如何管制挑战度高 就算是事先经过计划的年度活动 像是台北新一区 每年都要上演的跨年 也要小心应对 北市府2017年就发布 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方案 1000人以上的两小时聚集的活动 要向市政府来进行更新 平方公尺不得超过4.5人 那如果超过一定的人数的时候 应该要从整个出入口不能做个管制 管制进入与疏导离开 双管齐下是防范意外最关键指标 连续42小时的营运部收班 车站也会是人潮适时的进行月台疏导管制 收费闸门的疏导管制 跟出入口疏导管制的三级人潮管制 北捷在跨年时 还会在101和象山站等重点车站 加派人员疏导人潮 和专属朝天团站在重要出口至高点 说学逗唱缓解旅客情绪 同时寄出加密班具或过站不停等弹性配套 而医师更提醒群众情绪的监控 也是重要关键 花车效应 就是当大家在做什么时候 你可能紧接心就会下降 跟着大家的盲从的复合一些事情 责任感下低 更容易造成危机事件意外的发生 如果一定要参加大型活动 医师也建议 最好能穿球鞋或平底鞋为主 踩得踏实才能避免跌倒 平时不妨学习CPR技巧 也可以在紧急危难发生时 减少遗憾发生 新新闻曹生陈志峰 参谎报道 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